您好 全打朕关西 话说当时使劲道 却怎生是好 诸武等三个头领跪下答道 哥哥 你是干净人 修为我等连累了 大郎 可把所来绑附我三个出去情赏 免得腹累了你不好看 使劲道 如何使得 平地使 是我钻你们来捉你情赏 王惹天下人孝 我若是死时 与你们同死 活时同活 你等起来 放心别做原辩 且等我问个来历 缘故情有 使劲上梯子问道 你们两个都头 何故半夜三更 来劲我庄上 那两个都头答道 大郎 你物资赖赖 先有原告人 李吉在这里 使劲喝道 李吉 你如何无告平人 李吉 我本不知 林子里使得王寺的回书 一时间把在线前看 因此事发 使劲叫王寺问道 你说无回书 如何却又有书 王寺道 便是小人一十岁了 忘记了回书 使劲大喝道 畜生 却怎生好 外面都头人等 惧怕使劲了得 不敢奔入庄里来捉人 三个头领把手指道 且答应外面 使劲会议 在梯子上叫道 你两个都头都不要闹动 拳切退一步 我自绑腹出来 截官情赏 那两个都头 却怕使劲 只得应道 我们都是没事 等你绑出来 同去情赏 使劲下梯子来到厅前 先叫王寺带进后园 把来一刀杀了 贺叫许多庄客 把庄里有的没的细软等物 即便收拾 尽叫打叠起了 一臂点起三四十个火把 庄里使劲和三个头领 全身披挂 枪架上个人挎了腰刀 拿了坡刀 夜扎起 把庄后草屋点着 庄客各自打拴了包裹 外面 见里面火起 都奔来后面看 且说使劲就中堂 又放起火来 大开了庄门 呐喊声 沙江出来 使劲当头 朱阳春在中 陈达在后 和小楼落并庄客 一冲一撞 指东沙西 使劲却是个大虫 哪里挡挡得住 后面火光乱起 杀开条路 通江出来 正迎着两个都头 并礼急 使劲见了大怒 仇人相见 分外掩明 两个都头 见头势不好 转身便走 李急也确带回身 使劲草道 手起一坡刀 把李急斩作两段 两个都头正带走时 陈达阳春赶上 一加一坡刀 结果了两个性命 县卫经的跑马 走回去了 众士兵哪里敢向前 各自逃命散了 不知去向 使劲引着一行人 且杀且走 县官兵不敢赶来 各自散了 使劲和朱武 陈达阳春 并庄客人等 都到绍华山上 寨内坐下 喘息方定 朱武等到寨中 忙叫小喽喽 一面杀牛仔马 贺喜饮宴 不在话下 一连过了几日 使劲寻思 哎 一时间要救三人 放火烧了庄院 随时有些细软家财 粗重食物 尽皆没了 心内惆怅 在此不了 开言对朱武等说道 我的师父 王教头 在关西 精略府勾当 我先要去寻他 只因父亲死了 不曾去的 今来家私庄院费劲 我如今要去寻他 朱武三人道 哥哥羞去 只在我寨中 且过几时 在做商议 若哥哥不愿落草时 带平静了 小弟们 与哥哥重整庄院 在做良民 使劲道 虽是你们的好情分 只是我心 去意难留 我想 家私食物尽已没了 要再去整顿庄院 想不能够 我若寻得师父 也要那里讨个出身 求办事快乐 朱武道 哥哥便要此间做个债主 却不快活 只恐债小 不堪歇马 使劲道 我是个清白好汉 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垫屋了 你劝我落草 再也休提 使劲住了几日 定要去 中午等苦留不住 使劲带去的庄客 都留在山寨 只字收拾了些 扫碎银两 打拴一个包裹 余者多的 尽数 寄留在山寨 使劲 头戴白 泛阳沾大帽 上洒一撮红鹰 帽下 裹一顶 浑青抓角 软头巾 向上明黄履带 身穿一领 白景丝 两上领 战袍 腰计一条 扎五指 眉红散线 搭薄 清白肩 道行 缠脚脚 趁着踏山 透土 多尔麻鞋 跨一口 铜箔盘口 雁灵刀 背上包裹 提了坡刀 此别 诸五等三人 众多小喽啰 都送下山来 诸五等 撒泪而别 自回山寨去了 只说使劲 提了坡刀 离了邵华山 取路头 关西五路 往延安府路上来 但见 崎岖山岭 寂寞孤村 披云雾 夜宿荒林 戴小月 朝灯 险道 落日散行 闻全废 阎霜 早醋 听鸡鸣 使尽在路 免不得 鸡餐可饮 夜住小行 独自一个 行了半月之上 来到渭州 这里 也有一个 经略府 莫非师父 王教头 在这里 使劲 便入城来看石 依然有 六街三室 只建一个 小小茶房 正在路口 使劲 便入茶房里来 见一副座位 坐了 茶博士 问道 客官 吃肾茶 使劲 道 吃个泡茶 茶博士 点个泡茶 放在 使劲面前 使劲 问道 这里 经略府 在何处 茶博士 道 只在前面 便是 使劲 道 借问 经略府内 有个东京 来的教头 王进 茶博士 道 这府里教头极多 有三四个姓王的 不知哪个是王进 道游未了 只见一个大汉 大踏步 进入茶坊里来 使劲 看他时 是个军官模样 怎声结束 但见 头果芝麻罗 万字顶头巾 脑后两个 太原府 扭丝金环 上穿一领 英格绿 景丝战袍 腰际一条 文武双骨 鸭青韬 足穿一双 英爪皮 四缝 肝黄靴 生得面圆 耳大 鼻指口方 塞边一步 落塞胡须 身长八尺 腰阔 实围 那人入到茶坊里面 坐下 茶博士便道 客官 要寻王教头 只问这位提侠 便都认得 使进忙起身 施礼道 官人 请坐拜茶 那人见了使进 长大魁梧 是条好汉 便来与他施礼 两个坐下 使进道 小人大胆 敢问官人高姓大名 那人道 撒家 使精略府提侠 姓鲁 惠个答字 敢问阿哥 你姓什么 使进道 小人是 华州 华阴县人士 姓使明进 请问官人 小人有个师父 是东京八十万进军教头 姓王明进 不知 在此精略府中 有也无 鲁提侠道 阿哥 你莫不是史家村 什么九文龙史大郎 使进拜道 小人便是 鲁提侠连忙还礼说道 文明不如见面 见面胜死文明 你要寻王教头 莫不是在东京 饿了高太位的王进 使进道 正是那人 陆答道 俺也闻他的名字 那个阿哥不在这里 撒家听得说 他在延安府老中 精略相公处勾当 俺这魏州 却是小种 精略相公镇守 那人不在这里 你既是史大郎时 多闻你的好名字 你且和我 上街去吃杯酒 鲁提侠挽了使劲的手 便出茶房来 鲁达回头道 茶钱 撒家自还你 茶博士应道 提侠弹吃不防 只过去 两个挽了胳膊 出了茶房来 上街行得三五十步 只见一蹴众人 围住白地上 使劲道 兄长 我们看一看 分开人中 看石 中间裹一个人 仗着十来条棍棒 地下摊着十数个膏药 一盘子盛着 插着指标在上面 却原来是江湖上 使枪棒卖药的 使劲看了 却认得他 原来是教使劲开手的师傅 叫做打虎将李忠 使劲就仁从中教道 师傅 多时不见 李忠道 贤弟 如何到这里 陆提侠道 据是使大郎的师傅 同俺去吃三杯 李忠道 带小子卖了膏药 讨了回钱 一同和提侠去 陆答道 谁耐烦等你 去便同去 李忠道 小人的一饭 无计奈何 提侠先行 小人便寻将来 贤弟 你和提侠先行一步 鲁达交走 把那看的人 一推一交便骂道 这私们 夹着屁眼撒开 不去的撒家便打 众人见是鲁提侠 一哄都走了 李忠 见鲁达凶猛 敢怒而不敢言 只好陪笑道 好性情的人 当下收拾了行头药囊 记顿了枪棒 三个人转弯末脚 来到周桥之下 一个潘家有名的酒店 门前挑出旺杆 挂着酒杯 让在空中飘荡 怎见得好作酒色 有诗为证 风浮烟龙 锦佩阳 太平时节日出场 能天壮士英雄胆 善解家人 愁闷长 三尺小锤阳柳外 一杆斜叉杏花旁 男儿未遂平生智 且乐高歌 入醉香 三人上到潘家酒楼上 捡个祭楚阁里坐下 鲁提侠坐了主位 礼中对席 使劲下手坐了 酒宝唱了惹 认得是鲁提侠便道 提侠官人 打多少酒 鲁达道 先打四角酒来 一面扑下菜书 国品按酒 又问道 官人 吃剩下饭 鲁达道 问什么 弹油只顾卖来 一发算钱还你 这思 只顾来锅造 酒宝下去 随即烫酒上来 但是下口肉食 只顾将来摆一桌子 三个酒制树碑 正说些闲话 较量些枪法 说得入港 只听到隔壁格子里 有人耿耿 夜夜啼哭 鲁达焦躁 便把叠儿 展儿 都丢在楼板上 酒宝听得 慌忙上来看时 见鲁提侠气愤愤的 酒宝超手道 官人要剩东西 吩咐买来 鲁达道 撒家要什么 你也许认得撒家 却嫩的 叫什么人 在兼壁 滋滋的哭 叫俺弟兄们吃酒 撒家许不曾少了你酒钱 酒宝道 官人息怒 小人怎敢叫人提哭 打搅官人吃酒 这个哭的是 抄酒座唱的父子两人 不知官人们在此吃酒 一时间自苦了 啼哭 鲁提侠道 可是作怪 你与我换的他来 酒宝去叫 不多时 只见两个道来 前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 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儿 手里拿串拍板 都来到面前 看那妇人 虽无十分的容貌 也有些动人的颜色 但见 彭松云记 插一只青玉三 鸟挪先腰 记六幅红螺裙子 素白旧衫 拢血体 淡黄软袜 衬公鞋 额眉紧簇 汪汪泪眼 落珍珠 粉面低垂 细细香肌 消玉血 若非与病云愁 定是怀忧击恨 那妇人试着眼泪 向前来 深深的倒了三个万福 那老儿也都相见了 鲁达问道 你两个是哪里人家 为甚啼哭 那妇人便道 官人不知 如奴告评 奴家是东京人士 因同父母来着魏州 投奔亲眷 不想搬移南京去了 母亲在客店里 染病身故 自负二人 流落在此生寿 此间有个财主 叫做郑关西 郑大官人 因见奴家 便是墙眉应保 要奴作妾 谁想 写了三千冠文书 虚钱实气 要了奴家身体 未及三个月 他家大娘子 好生厉害 将奴赶打出来 不容玩具 着落店主人家 追要远点 身前三千冠 父亲懦弱 和他争执不得 他又有钱又是 当初不曾得他一文 如今拿套钱来还他 没记奈何 父亲自小 教的奴家些小曲 来这里酒楼上赶坐 每日淡得些钱来 将大半还他 留些勺 子父们盘缠 这两日 酒客稀少 围了他前线 怕他来讨食 受他羞耻 子父们 想起这苦处来 无处告诉 因此啼哭 不想悟出了官人 望起恕罪 高抬贵手 陆提侠又问道 你姓神吗 在哪个店里谢 那个郑关西 郑大官人 在哪里住 老儿答道 老汉姓金 排行第二 孩儿小字淬莲 郑大官人 便是此间 状元桥下 卖肉的正途 绰号郑关西 老汉父子两个 只在前面东门里 鲁家客店安下 好 本次播读 散到这里 那么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 下文分解 您好 我是水清 微信公众号 水清独名著 里面配有原著文本 并且会优先更新 可以边听边看 敬请关注 继续为您播读 水浒传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侠全打正关西 路达听了道 呸 俺知道哪个正大官人 却原来是杀猪的正途 这个阿里 泼财 偷托着俺小忠 精略相公门下 做个肉瀑户 却原来 这等欺负人 回头看着李忠使劲道 你两个且在这里 等撒家去打死了那四便来 使劲李忠抱住劝道 哎呀 哥哥息怒 明日去理会 两个三回五次 劝得他住 路达又道 老儿 你来 撒家与你些盘缠 明日便回东京去如何 父子两个告道 哎呀 若是能够回乡去使 便是重生父母 再长爹娘 只是店主人家 如何肯放 正大官人 须着落他要钱 鲁提侠道 这个不妨事 俺自有道理 便去身边 摸出无良来银子 放在桌上 看着使劲道 撒家今日 不曾多带的些出来 你有银子 借些余鞍 撒家明日便送还你 使劲道 嗨 值什么 要哥哥还 去包裹里 取出一定十两银子 放在桌上 鲁达看着李忠道 你也借些出来于撒家 李忠去身边 摸出二来两银子 鲁提侠 看了见少便道 嘿 也是个不爽力的人 鲁达 只把十五两银子 与了金老 吩咐道 你父子两个 将去做盘缠 一面收拾行李 按明日清早来 发扶你两个起身 看哪个店主人 敢留你 金老病女儿 败谢去了 鲁达把这二两银子 丢还了李忠 三人再吃了凉角酒 下楼来叫道 主人家 酒钱 撒家明日送来还你 主人家连声应道 提侠只顾四切 但吃不妨 只怕提侠不来赦 三个人出了潘家酒四 到街上分手 使进礼中 各自投客店去了 只说鲁提侠 回到金略府前下处 到房里 晚饭也不吃 气愤愤的睡了 主人家又不敢问他 再说金老 得了这十五两银子 回到店中 安顿了女儿 先去城外远处 密下一辆车子 再回来收拾了行李 还了房宿钱 算清了柴米钱 只等来日天明 当夜无事 次日五更起来 子妇两个 先打火做饭 吃罢收拾了 天色威名 只见鲁提侠 大踏步步入店里来 高声叫道 店小二 哪里是金老歇处 小二搁道 金公 提侠在此寻你 金老开了房门便道 提侠官人 里面请坐 陆达道 做什么 你去便去 等什么 金老引了女儿 挑了担子 作谢提侠便带出门 店小二拦住道 金公 哪里去 陆达问道 他少你房钱 小二道 小人房钱 昨夜都算还了 需欠正大官人 点身钱 着落在小人身上 看管他了 陆提侠道 正途的钱 撒家自还他 你放着老二还乡去 那店小二哪里肯放 陆达大怒 岔开五指 去那小二脸上 指一掌 打得那店小二 口中吐血 再负一拳 打下当门两个牙齿 小二爬江起来 一溜烟 走向店里去躲了 店主人哪里敢出来拦他 金老父子两个 茫茫离了店中 出城自去寻 昨日密下的车子去了 且说鲁达寻死 恐怕店小二敢去拦截他 且向店里多条凳子 坐了两个时辰 约莫金宫去得远了 方才起身 竟到状元桥来 且说正途开着两间门面 两副肉案 悬挂着三五片猪肉 正途正在门前跪身内坐定 看那十来个刀手卖肉 鲁达走到面前叫道 正途 正途看时 见是鲁提侠 慌忙出跪身来畅惹道 提侠恕罪 便叫副手多条凳子来 提侠请坐 鲁达坐下道 封着 经略相公君子 要十斤鲸肉 切做臊子 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头 正途道 使得 你们快选好的 切十斤去 鲁提侠道 不要那等 阿里斯们动手 你自语我切 正途道 说的是 小人自切便了 自去肉案上 剪下十斤鲸肉 细细切做臊子 那店小二 把手帕包了头 正来正途家报说 金老之事 却见鲁提侠坐在肉案门边 不敢拢来 只得远远的立柱 在房檐下望 这正途整整的自切了半个时辰 用荷叶包了道 提侠 叫人送去 鲁达道 送什么 切住 再要十斤 都是肥的 不要见些斤的在上面 也要切做臊子 正途道 确材精的 怕府里要裹馄饨 肥的臊子何用 鲁达睁着眼道 向公君旨 吩咐咋家 谁敢问他 正途道 是何用的东西 小人切便了 又选了十斤 十标的肥肉 也细细的切做臊子 把荷叶来包了 整弄了一早晨 去得饭罢时候 那殿小二 哪里敢过来 连那正要买肉的主顾 也不敢拢来 正途道 卓人 与提侠拿了 送江府里去 鲁达道 再要十斤 寸斤软骨 也要细细的剁做臊子 不要剪些肉在上面 正途笑道 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 鲁达听把跳起身来 拿着那两包扫子在手里 睁眼看着正途道 撒家 特地要消遣你 把两包扫子 披面打去 却似下了一阵的肉语 正途大怒 两条愤器 从脚底下直冲到顶门 心头那一把无名夜火 咽腾腾的按捺不住 从肉岸上 抢了一把剔骨尖刀 拖得跳江下来 鲁提侠早拔布在当街上 众林社并十来个火架 哪个敢上前来拳 两边过路的人都立住了脚 和那殿小二也惊得呆了 正途右手拿刀 左手便来揪鲁达 被这鲁提侠 就是按住左手 赶将入去 往小腹上指一脚 蹚的踢倒在当街上 鲁达再入一步 踏住胸脯 提起那猝拨大小拳头 看着这正途道 撒家使头 劳中精略相公 做到关系五路连方时 也不枉了叫做正关系 你个卖肉的操刀屠户 狗一般的人 也叫做正关系 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 扑得直一拳 正打在鼻子上 打得鲜血泵流 鼻子歪在半边 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 咸的酸的辣的 一发都滚出来 正途睁不起来 把那尖刀也丢在一边 口里指甲 打得好 鲁达骂道 执娘贼还敢应口 提起拳头来 就眼眶眉梢 只一拳 打得眼棱凤裂 乌珠蹦出 也似开了彩薄铺的 红的黑的酱的都湛江出来 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侠 谁敢向前来劝 正途挡不过讨饶 鲁提侠喝道 多 你个破落户 若是和俺硬到底 撒家倒饶了你 你如何对俺讨饶 撒家拼不饶你 又指一拳 太阳学上正着 却似做了一个 全塘水陆的道场 庆儿拨儿脑儿一起响 鲁达看时 只见正途挺在地下 口里只有出的气 没了入的气 动叹不得 鲁提侠假意道 哼 你这死诈死 撒家再打 只见面皮渐渐的变了 鲁达寻思道 哼 俺只指望痛打这次一顿 不想三拳 真敢打死了他 撒家需吃官司 又没人送饭 不如 及早撒开 拔步便走 回头指着正途师道 哼 你诈死 撒家和你慢慢理会 一头马一头大踏步去了 接放林社和正途的火架 谁敢向前来拦他 鲁提侠回到下处 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 细软银两 但是就一粗重都气了 提了一根奇美短棍 奔出南门 一道烟走了 且说正途家中众人 救了半日不活 呜呼死了 老小林人 竟来周牙告状 正直浮尹声听 接了状子看把道 鲁达 戏使经略府提侠 不敢擅自进来捕捉凶身 浮尹随即上轿 来到经略府前 下了轿子 把门军使入去报之 经略听得 叫请到厅上 与府尹施礼吧 经略问道 啊 何来 府尹禀道 啊 好叫相公得知 府中提侠鲁达 无故用拳 打死世上正途 不曾禀过相公 不敢擅自捉拿凶身 经略听说 吃了一惊 寻思道 哦 这鲁达 虽好武艺 只是性格粗鲁 金凡做出人命事 俺如何护得短 须叫他推问使得 经略回府尹道 鲁达这人 原是我父亲 老经略处的军官 为因俺这里无人帮护 拨他来做个提侠 既然犯了人命罪过 你可拿他依法度取问 如若供招明白 你最一定 也须叫我父亲知道 方可断绝 怕日后 父亲处编上 要这个人时 却不好看 福尹禀道 下官问了情友 何行身禀老经略相公之道 方敢断钱 福尹辞了经略相公 出了府前 上了轿 回到周牙里 声听坐下 便换当日击捕使臣 压下文书 捉拿犯人鲁达 当时王观察领了公文 将带二十来个做工的人 进到鲁蹄侠下处 只见房主人道 啊 却才脱了些包裹 提了短棒出去了 小人只到奉着差时 又不敢问他 王观察听了 叫打开他房门看时 只有些旧衣旧上 和些被握在里面 王观察就带了房主人 东西四下里去跟寻 周南走到周北 捉拿不见 王观察又捉了两家邻舍 并房主人同到周牙厅上回话道 鲁蹄侠拒罪在逃 不知去下 只拿得房主人并邻舍在此 福尹见说 且叫奸下 一面叫狙击正途嘉林诱人等 点了五座行人 卓阳本地访官人 并访乡理政 再三检验已了 正途嘉自被棺木成练 寄在寺院 一面谍成文案 一臂差人 账献击捕凶身 原告任保领回家 林诱账断有失就应 房主人并下处邻舍 只得个不应 鲁达在逃 行开个海埔极地的文书 各路追捉 出赏钱一千冠 写了鲁达的年甲 冠纸 行帽 到处张机 一干人等 书放听后 正途嘉亲人 自去作孝 不在话下 且说鲁达自离了魏州 东逃西奔 急急忙忙 却似 失群的孤艳 趁月明独自贴天飞 漏网的活鱼 乘水势翻身冲浪月 不分远近 起固高低 心忙撞到路行人 脚快 犹如临阵马 这鲁提侠 急急忙忙 行过了几处周府 正是逃生不避路 到处便为家 自古有几般 鸡不择时 寒不择一 荒不择路 贫不择漆 鲁达心慌强路 正不知 投哪里去的事 一米地 行了半月之上 在路 却走到 戴州雁门县 入的城来 见这市井闹热 人烟凑急 车马便池 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 诸物行货都有 端得整齐 虽然是个限制 胜如辅舟 鲁提侠正行之间 不觉见一蹴人众 围住了十四街口看榜 但见 福间搭背 交警并投 纷纷不变咸鱼 扰扰难分贵贱 张三纯胖 不识字 只把头摇 理四矮挫 看别人 也将脚踏 白头老手 尽将拐棒 逐子虚 绿病书生 却把文房超款目 行行总是 消合法 聚聚 聚一 律令行 鲁达看见众人看榜 挨满在十四路口 也钻在仁丛里 听时 鲁达却不识字 只听得众人读道 代州燕门县 依奉太原府指挥史司 该准魏州文字 捕捉打死正途犯人鲁达 极细精略府提侠 如有人停藏在家素食 与犯人同罪 若有人捕获前来 或守告道官 知己赏钱 一千贯文 鲁提侠正听到这里 只听得背后一个人大叫道 张大哥 你如何在这里 拦腰抱住 撤离了十字路口 不是这个人看见了 横倒拖叶将去 有分叫 鲁提侠剔除头发 削去子虚 捕换过杀人姓名 耗脑杀诸佛罗汉 直叫 缠杖打开危险路 借刀杀尽不平人 毕竟扯住鲁提侠的是圣人 且听下回分解 另外 水清独名著Q群 可以为共同兴趣爱好者 欢聚畅聊 群号246519787 请不吝点赞 订阅